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万能高老师 首先,感谢各位,再到我的课堂来 在这节课呢,我继续来说明一个架构师 到底想些什么 他的职责又是些什么 他又如何来做决策的 做了哪些决策 在这一节课呢,我把重点放在这一个强龙地头舌的分工 大家都知道,强龙呢,像这个苹果 Apple,还有Google 都是强龙的角色 强龙呢,只要做的是平台 做的是框架 那么,地头舌呢,只要做的是App App 那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我们 EIT造型里头的 E跟 接口I 那就构成框架的重要元素 那么App呢,其实就是EIT造型里头的T 所以从EIT当中,我们可以认知到 这一个强龙地头舌 对于工作上的一种分工跟合作 那么强龙跟地头舌 他合起来把工作做完 那么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软件跟硬件系统 才能够交给这个用户 所以 第一个,强龙是一个角色 地头舌是一个角色 他们两个都是工作者 一个做平台 做框架 一个是做App 然后做完之后 再把系统交给用户 来使用 所以有三者不同的角色 强龙,地头舌跟用户 那这是指人的角色 那我们在这一节课 更重点要放在 到底他们之间怎么分工的 怎么分工 那么怎么合作 就是要谈的是 他们在工作上面是怎么分的 要谈的是分工 而且要谈的是合作 从EIT造型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 架构师怎么先做分的动作 分出两种知识 两种知识 然后把两种知识变成代码 分别放进去积累跟值累 然后再设计接口 来让他们两者可以 两种知识可以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 那这就是EIT造型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在分工上面的意义 那么架构师在分 七分出来之后 那么 买足在出现之前 强龙先做E跟I 买足来了之后 再做T 做完之后再把E跟I 跟T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就是 所谓的分工合作 所以 对工作做七分 这就是架构师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分得好 才能够合得快 那么合呢 是由AP开发者来做合的动作 那合是谁呢 是把强龙 跟自己APP把它合起来 所以 架构师分得好 分得妙 APP开发者就可以合得快 合得完美 所以 在这一个老子道德经 有说过 无之以为用 有之以为利 所以软件 有用 不一定有利 必须要先有用 之后 才能够有利 所以要先做一个动作叫做无之 无之要当动词看 无就是把它挖空 像一个房子 要把它挖空 所以这个房子才能够有用 好 有人进来用了 才能够获利 才能够获利 所以 这个 用跟利 是不一样的 要有用再先 有用不一定有利 因而要有人用 才会有利 OK 所以 簿基 必须要先挖空 叫做无之 才能拿来装东西 所以 才能够有用 装了东西之后 才能够 获利 比如说 你到火锅店去 等一下 我们就会收敏到火锅店 火锅店 是不是在客人还没有来之前 桌子就先挖洞 那么客人来了 问说你客人要银银锅 还是要麻辣锅 还是要不辣锅 客人回答了给了客人的知识之后 把锅子放进去那个洞 叫做有之 有之之后 收钱 所以 有之以为利 那么 在有之以为利之前 要先做无之以为用 所谓无之以为用 就是 在买主还没有来 之前 在买主来到之前 强龙的架构师 先做分 分之后 把它分开 叫做无之 比如说 把那个锅子挖掉 挖了一个洞 这叫做无之 无之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接口 得到哀 所以哀怎么来的 就是 把锅子挖洞 把锅子挖掉 结果桌子变一个洞 结果 这个洞呢 这个洞口 所以他叫接口 也就像汽车 你把轮胎拔掉 就得到一个接口 得到接口 所以接口怎么来的 把这个梯拔掉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去想 我把轮胎拔掉的目的 是要一个汽车 可以配很多种轮胎 因不同客人 而配不同的轮胎 所以 要做和 客人来的时候 要把轮胎 配上去 要配上去 必须要有接口 所以 接口 必须先设计好 之后 才能够接得顺 所以架构师 要做分的动作 然后 要设计接口 之后呢 这一个买主来了 才能够很顺利的 把轮胎 配到引擎上面去 所以 一旦客人来了 地头蛇 来做有支的动作 所以 有支就是和 就是把锅子放到 这个洞里头 所以叫做和的动作 把锅子放上去 这叫做有支 就能够 前来 所以分工的时间点 我们 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了 只是我们在这里 在特别说明 买主来了之后 才会知道 买主选择哪一种火锅 因此呢 等到买主决定和挑选 才能够做装配的动作 装配就是和 所以分在先 和在后 那 分的时候 要决定I 就是 在分的时候 要决定 设计出这个I 然后 当这个买主来的之后 再依照这个I 把T配上去 所以 所以分的动作 是在 得出 E跟I 然后 再来 依照这个I 把这个T 配上去 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土捞 然后 在 在 买主来的 这个时间点 之前 这个架构师呢 Architect 是 第一个要先把 锅子挖掉 也就是 T的部分 把它挖掉 得到 这个I的部分 那这个是架构师 做的决策 也就是设计的决策 之后呢 强农就可以来 生产桌子 有洞的桌子 也可以生产锅子 那么 锅子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再来生产 这锅子呢 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就要看情况了 那一般而言 这个桌子跟锅子 也不同一家公司做的 譬如说 汽车 跟轮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汽车可以是泥散的汽车 轮胎可以是固特异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其實 轮胎 跟车子都造好了 都造好了 所以一般而言 在这一段 只要 选择的是 固特异轮胎 还是米其林的轮胎 接着 把这个轮胎 装配上去 这就是 合的动作 那这里只是告诉你 分 他的一个任务 是做些什么 第一个 架构师 先决定 这一个分 然后把 I做出来 接着呢 强龙 这个强龙 就做这个准备 做个锅子的动作 然后 地头蛇 就做装配的动作 所以得到一个原则 客人来之前做分 客人来之后做和 所以我们从这个肯德基的 餐厅就可以了解了 在客人来之前 厨师做的是分 也就是刨丁解鸡的动作 比如说 把一只鸡 分成鸡刺 鸡腿 鸡胸 那么如果客人要的是半鸡 就给他 一只鸡刺 一只鸡 鸡腿 加上一个鸡胸 那么如果要的是 全鸡 就给他 两只翅膀 两个鸡胸 那么 两个鸡腿 所以在客人来之前 先做分的动作 分成 鸡胸 鸡腿 还有鸡刺 这叫刨丁解鸡 那么在分的动作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分的动作是大厨师来做 也就是架构师的任务 OK 所以这个大厨师呢 做的就是架构师 跟强龙两个角色 架构师先做分 分了之后 那么厨师就去炸 这一个鸡腿 鸡刺等等的 然后客人来了 前台的人员 做何的动作 也就是说 客人来之前 先刨丁先把它 厨师先把它分解 成鸡腿 鸡翅 鸡胸 然后呢 可以先炸 这就是架构师跟强龙的事 那客人来了之后 这个盒 盒就比较简单咯 这个盒呢 是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由一般的供读生就可以了 所以就可以依照客人的需求 客人的需求就出来咯 所以说 客人需要的是 半鸡 那么怎么合呢 就一只 鸡刺 一只鸡胸 一块鸡胸 一只鸡腿 那么如果客人的需求说要全鸡 就是 两个鸡刺 两个鸡胸 两个鸡腿 那这样就合出来了 所以分 比较困难 所以架构师做分的动作 然后呢 重要的 组件 有墙隆做 然后 这个客人来了之后 有 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做合的动作比较简单 所以有柜台的供读生 来做合的动作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 刚刚是 看到的是 餐厅 那么点菜单 我们也可以理解 当你开一个餐厅的时候 你自然会去了解 会去设计 点菜单要放些什么 那么为什么会要点菜单呢 因为 要给客人 点菜 那客人要点什么菜 是客人来了之后 才知道了 才知道了 所以 点菜单 是属于 客人来之后 要填进去的 一个内容 叫做第二种知识 那食谱是第一种知识 所以这两种 要把它分离 所以点菜单 到底要放些什么 这是架构师 在做分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所以架构师 要把它分出来 把这两种知识 把它分离出来 那 这一个 就要放在 1 这个放在T 然后 再用I 把它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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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了解 从烹饪的知识当中 可以放在食谱 就是一部分 一部分是放在点菜单 那刚刚有说过 食谱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 E&I的部分 那点菜单的部分 就是T 所以一般而言 食谱主要是 记载的是 师傅 的这个知识 也就是架构师 跟强隆的知识 而点菜单 那是记载的是客人的知识 这叫做第二种知识 所以两者透过I 把它组合起来 就能够端出一个完整 好吃的菜了 所以我就把分出来 在分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边做分 分了之后 师傅的知识 先写在食谱里头 那客人的 买主的知识 等到买主来之后 再写在点菜单 之后呢 那两个知识要汇合 才能够 产出一个 可以吃的 一个菜咬出来 那么这个知识呢 师傅的知识呢 写在鸡内 师傅的知识 写在鸡内 这个 点菜单的知识 变成代码 可以写在纸内 然后 再透过接口 把它合起来 再透过接口 把它合起来 所以 刚刚有提到啦 其实这个部分 就是E 这个部分 就是I 这个部分 就是T OK 就是T 那这就是让你了解 EIT 本身 就是 提供给我们 一个造型 然后 来 把两种 不同的知识 分离 然后 分别 有两种不同的 角色 强龙跟地头蛇 来 负责 开发 负责开发 也就是架构是做分 然后 强龙 做这个E 架构是 只要是做I 因为分了E跟T分开来 就要设计I 才能够组合在一起 那 这一个 地头蛇呢 是做T 那 接下来 我们就来 做个 结论 所以结论呢 从这个肯德基 我们可以了解 大厨师 就是架构师 先做FuN的动作 也就是 刨钉 解牛 刨钉 解鸡 那 同样的 软件的架构师呢 也是做FuN的动作 也做FuN的动作 也做FuN的动作 架构师一般 属于强龙的团队 所以强龙公司的 啊 架构师就 担任FuN的动作 然后 强龙再来做E的动作 那 买主来了 那就做和的动作 就是柜台的小弟啦 小妹 因为 和比较简单 只要客人告诉他 我要半鸡 我要拳击 我要鸡腿两只 啊 等等的需求 他就可以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 同样的 软件的 App开发者 也是做和的动作 也是做和的动作 譬如说 Android有这个 Activity 这个鸡类 啊 这是鸡类 啊 那么 他有这一口 有这一口 像 on create 这个函数 然后 让 App开发者写 之类 所以 这个上面 的E跟I E跟I 是乔农做的 然后 这个是 App开发者 所写的 然后 这个继承呢 或是扣充呢 就是 做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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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买组来之前 先做分的动作 然后 得到接口 同样的架构师的 只要任入 也是做分 然后 接下来 重要的任入 设计接口 因为 接口设计的好 才能够确保 这个 E跟I 可以结合 所以设计I 然后 分离出 E跟T 然后 之后呢 再会把它合起来 那I 设计的不好 你 E跟T 分的不好 所以 未来组合上面 会有困难 所以 才叫做 分得 妙 分得好 就 合得快 合得完美 因为咒分 是创造的桌子的 复用性 也就是说 假设 你开个店 那么 有 四张桌子 开火锅店 那 每一张桌子的锅子 都是跟桌子 连在一起的 那么 譬如说 这张桌子叫做 鸳鸯锅的桌子 这张桌子叫做 不辣锅的桌子 这张桌子叫做 这个 麻辣锅的桌子 好啦 想一想 如果有三个人 是同班的同学 来到这一个你的店 他说 我们三个人都要吃 原谅锅 那么 因为你的锅子跟桌子 是连在一起 所以 你就会告诉他 我们只有 一张桌子 可以吃原谅锅 那他三个人 想吃三锅怎么办 所以就叫他离开了 那这生意就不好做了 所以呢 简单的做法 就是 把每一张桌子的锅子都把它挖掉 把它挖掉 然后都买几个桌 几个锅子 结果呢 每一张桌子都可以配三种不同的锅子 因此创造的桌子的 这个 附庸性 因为同一张桌子 客人想吃银链锅 我就放银链锅 客人想吃的是麻辣锅 我就 把它 配上麻辣锅的锅子 如果他吃了不辣锅 我就给他配不辣锅的锅子 所以呢 这个桌子的用途就变多啦 OK 那 锅子可以一直换 叫做T 可以拥有抽换性 因此促成的桌子的复用性 OK 我再说一遍 因为锅子 跟桌子分离啦 因不同的 客人 而不断的可以抽换 锅子 因此可以抽换锅子 也创造了桌子的复用性 所以 得到的叫做T 是可以抽换的 那创造的E 的复用性 或者是跨平台性 所以 因分 而复用 因和 而 获利 也就是说 分 创造的有用 然后和 创造的有利 也就是老子所说的 因分 而创造有用 因和 而创造利益 所以再来从汽车 也是一样 汽车厂就是强农 那么 福特汽车的架构师 的工作就是 设计I 把E跟T 分开来 那么 福特的强农的工作 就是生产引擎 生产E 或者 是另一家公司来生产T 或者是福特主席 生产T也可以 那么 在由 这个 固特医轮胎的公司 都是 啊 地头蛇 也就是说 由 固特医轮胎 来生产 啊 这一个 轮胎 生产T 嗯 那么 就要由修车厂 修车厂 来做装配 来做合的动作 也可以 这个 怎么分 有时候看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产业 啊 不同的产业 所以 我们可以得出的 比较简单的分工 就是 啊 再回头一下 就是福特汽车是强龙 是强龙 那么 强龙的架构师 走I 那 强龙的工程师 只要是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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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一个 地头蛇 只要是做轮胎 啊 地头蛇 只要是做轮胎 跟做 装配的动作 那地头蛇呢 在这个汽车里头呢 又分为叫 固特翼的 啊 轮胎厂 还有修车厂 两个角色 这样构成 啊 这一个 构成地头蛇的角色 所以固特翼轮胎的工程师 做生产 生产轮胎的角色 啊 然后 在修车厂呢 做装配轮胎的 这个角色 ok 所以这就构成了 啊 强龙 跟地头蛇 的分工 啊 所以得出一个 我们再把它配到EIT来 强龙做的是 1 强龙的工架构师 做的是I 做的是I 所以Google做的是I 跟I 也就是做这个平台 啊 跟框架 做平台跟框架 就是做这里 然后 然后 地头蛇呢 来 生产 这个 就像固特翼轮胎公司 然后 再来 修车厂 做装配 修车厂做装配 但是在 软件里头呢 这个 两个角色 就地头蛇角色 就归APP开发者 归APP开发者 所以地头蛇 做T 啊 做轮胎 还有做装配 啊 做装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强龙 做的是I 强龙的架构师 做的是I 那么 这一个 啊 地头蛇里头 像固特翼轮胎 他是做T 那么 修车厂啊 做装配 所以 总共有四种不同的角色 来做 分工跟合作 啊 分工跟合作 那么 怎么分工呢 刚刚已经讲了很清楚啦 啊 这个 强龙 的工作是做这个 架构师的工作是做这个 主要的工作 这个 固特翼轮胎的工作 那 这是修车厂的工作 所以我们 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分工呢 有西游记上面讲 强龙 不押地头蛇 也就是说 地头蛇有地头蛇的任务 他是跟买族在一起的 那 这边强龙有强龙的任务 他是跟架构师在一起的 OK 所以强龙掌握了E&I 将T外包给地头蛇 因此 就创造了今天 所谓应用商店 应用商店就是很多地头蛇 写的这一个APP 那这个APP呢 其实是拿强龙的E跟I 再搭配 所以 T 所组成 叫做 A P K 那就是 大家所谓的APP 所以掌控的E&I 外包就不会失控 为什么 因为I 它 限制的 T的 实现 也就是说 当你做轮胎的人 如果不能满足JECO 那对不起 你不能配到我 这个 古特汽车的引擎上 因此呢 古特汽轮胎 就会 依据这个JECO 而来 设计跟生产 这个轮胎 才能配到引擎 所以 掌握JECO的人 是老大 那么如果 强龙掌握的JECO 那么 这一个 福特掌握的JECO的制定权 那么 这一个 古特汽轮胎 就会乖乖的 依行这个JECO 因此 这个外包之后 就确保 未来能够 合得起来 因此呢 这个外包 就不会失控 失控的意思就是 外包出去 结果做完了 钱也花了 但是组合不起来 就叫做失控 好 那 这就是我们 从EIT 的造型 来 体会 当今主流的 这个APP Market 的一种 外包的模式 所以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种以EIT为基础的外包 那 正式 支持这种 从COG 给我们的 这个 智慧 那把它应用在商业上 就是一个双赢的 也就是强龙地头蛇 双赢的一个商业模式 跟车类 也就是今天 苹果 跟 谷歌 都在运用的 商业模式 跟车类 好啦 那这个单元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